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位同学 我想问个路 我听说于心有一家很好吃的豆腐花店 我不知道怎么走 我饿了 同学 我只是问个路 你这么抱我不太好吧 不是说有苦笑吗 还不是你把我吵醒了 我起来以后看到我爸妈都没起床 我都快饿死了 这么可怜 你怎么不问我怎么着 你住在这儿 走 我带你吃早饭 于途啊 依婆打电话说要一会儿来过来吃饭 你去 你妈 糟糕了 别抓了 于途啊 这 这是 妈 这是我的 阿姨 新年快乐 我是于途的女朋友 我叫乔晶晶 女朋友 乔晶晶 阿姨 是这样的 我跟于途呢 谈了好久的恋爱 但是她一直不肯带我来见你们 所以我就只好自己找过来了 对 是我 我觉得 我觉得 她觉得 你们可能不太喜欢我 谁说的 于途 你怎么胡说八道的 晶晶啊 我们怎么可能不喜欢你呢 我真的没说过这个话 她都没跟我提过 提都没跟你们提过我呀 不是 不是 她暗示过我 是我没理解 我肯定是说了什么话 让她误会了 对吧 误会了 晶晶啊 我特别喜欢你 你演的电视剧啊 我一集都不落的 我知道你们是高中同学吗 就是没想到 你们两个 别站在这儿聊了 赶紧进屋 进屋里了 我接个电话啊 你们到了是吧 对对对 就前面那个路口一拐就是了 对对对 好好 一会儿见啊 妈 我们在这儿也不想太多人吃的 今天要不吃早饭 我带她吃早饭去 好好好 新年快乐 多吃点啊 我阿姨替你们保密 真的好好吃 妈 妈 你一婆们她们下午还要在家里玩 要不晚上我们请晶晶 哎 你跟妈妈说啊 这乔晶晶真的是你女朋友啊 妈 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我就是想再确定一下嘛 你看看她什么时候到咱们家来方便 你问问她明天中午行不行 我们请她吃个饭 是这样吗 她今天下午要赶回上海 然后明天一大早呢 赶回去拍戏 要不这样吧 等下次方家回来的 我这样啊 这么不巧啊 都怪你 你说你谈个女朋友也不跟我们说 还在人家面前要胡说八道的 摆回我跟你爸的形象 我跟你爸是那种人吗 我还没告诉你爸呢 你等她回来收拾你吧 妈 我错了 我知道了 但是你一定要告诉她啊 那之前都是你自己胡思乱想的 跟我们可没关系啊 我们呢 欢迎她随时来家里玩 我们全家都喜欢她 特别喜欢 妈 她已经知道了 行 儿子 你们好好玩啊 妈 惯了 好好好 我觉得我爸妈会不喜欢你 哎呀 这样你妈妈就不会对我有意见了呀 谁让你之前给我营造了负面形象 不错 是个好主意 是吧 是吧 我反应快不快 快 我要向你学习 这可都是我参加了多年的综艺 采访锻炼联出来的情商哦 我们接下来去哪儿溜达呀 胡复吧 今天我才忘了一半 我们要坐船啊 你来开啊 你会开吗 你 你真的会开吗 会 嗯 来 把旧生意传上 我有点不太相信 不相信也不行 你已经上了我的船了 你也快穿上嘛 来 准备好出发了吗 准备好出发了吗 但是最后 我今天当 Cont trace的 算命是否 我食べ到 heiß了吗 这是我们大使暇的 在连络川内 标准备好 非常的厘 ? 对 你 很好吃 对 准备好 无论 我是 奥 怎么不开了